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來八山 我是秀珍 大家好 我是慧萱 我們今天來八山 邀請到一個很特殊很特殊的大哥 要來跟我們分享 舒適喔 順帳 不知道聽眾朋友有人在順帳嗎 因為來八山跟山都有關係 我們都會邀請來 而且這個泰山大哥是我們慧萱 全天去把他邀請來 是 這個我跟泰山大哥 其實我記得我們好像是在某一個演講 碰面的講座對不對 那後來因為這樣的緣故 後來也去參加了這個 塑西協會辦的每年的應該算是一個大會 還是研討會之類的 對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是2018年 所以距離現在還六年 那大家一定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我這個爬山咖會去聽這個 塑西的這個研討會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大家爬山 一定都會經過這個 一定都會撩K嘛 一定都會過溪啊 或是橫渡 尤其大家如果去爬中央尖山就知道了 這個來來回回好幾次 大概20次以上 所以我覺得溪流本來是在山域裡面 就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地景 我們必須要去接觸去面對 因為我知道其實我聽說 很多一些爬山的人 其實他們都說 哎呀 盡量不要去過溪就不要 就從旁邊高繞過去就好了 對 那個腳絲啦 對啦 對 要躺蚵啦 躺蚵啦 對 賣掉卡通了 對 對 對 但是我是覺得我們還是要對這個 整個山域都要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因為有時候不一定高繞 就是會比較好走 對 那我們要怎麼去 因為通常我們就是這樣啦 人就是這樣對不熟悉的東西 我們就會去排斥 會去懼怕 對 但是有時候我是覺得 我們既然從事戶外活動 我們一定就是也要對這個 有相當的認識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溪流 就是我們通常看這個 不管是看地圖什麼 我們一定都會看到 零線 水線 零線 水線 零線 水線 這個都是交錯的 所以一定不會避開它 那像我們在爬山的時候 我們一定很需要這個水源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每次都要找水源 對喔 所以這個水是離不開我們的 對 很重要 是 我們今天找這個泰山老師 他就是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他叫泰山老師 其實他本名是叫黃鎮龍 對不對 黃鎮龍 黃老師 對 那他其實之前是曾經是在 台灣的中華民國索西協會 是擔任秘書長的工作 那後來呢 當然現在已經卸任了 但是我發現泰山老師 還是在很多不同的領域 包括一些教育單位 大學的山社或是說一些協會 山會 裡面都做很多的這個 教育推廣的工作 對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更偉大的 因為我覺得 通常就像我們登山 這個山林教育一樣 也是很多東西大家的 不管是觀念或基礎 其實都要慢慢的就是 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培養 才能建立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工作下 反而更不容易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 泰山老師來介紹一下 大家應該蠻好奇 你為什麼 為什麼會叫泰山這個名字 這個是一個稱呼一個 暱稱一個外號 那這個外號從我當兵 我當兵服役的時候在海軍 喔 海軍 對 那 所以跟水有關 對 那海軍大家會以為在艦艇上 我的確是在艦艇上 那以前是在反潛火箭控制室 那也是我這輩子 一開始跟大家一樣 很浪漫 因為其實我是海邊的小孩 我喜歡大海 可是後來我沒有像那個 那些村子裡面的那個 戶輩祖輩他們去淘海 是因為出海就會暈船 每次我聽到大家講說 那個我很喜歡大海 很浪漫 可是我心裡都想說 你上船你就知道 可是等你到某個階段適應的時候 我在艦艇上已經適應了 不會暈船的時候 那個時光是我 這輩子體重最重的時候 那我想說 我不能這樣 這三年不能這樣待下去 那我退伍的時候 我還有兩年多退伍的時候 不就變大口袋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說 那那時候 再來 在離開訓訓中心 去兵器學校之前 那我的教官曾經來招募 因為那時候 兵役要改制 那我有留資料在那邊 後來 第一年我有去找我教官 然後到陸地上去報到 那在路上到內的話 就可以怎麼講 又是跟船上不一樣的身份 那我們都會有一些稱呼跟代號 那時候就 泰山的稱呼是這樣 我覺得是不是大家看到你的身材 因為大家現在都 都聽到泰山老師的聲音 其實你們都沒有看他的身材 他的體格有夠性泰山 對啊 真的穩如泰山 而且我覺得 他就是很標準那個倒三角形的 就是 對啊 就是很 在他旁邊很有安全感 很有安全感 都不會被欺負 連秀珍姐都這樣講 對對對 我在女生裡面算是 蠻賺的 這個就是 跟你講的是一模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小時候有一部電影就叫 泰山 卡通影片 是卡通影片 那我剛才講過 我是從船上下來的 那要去我們 對上只有兩個資格 一個是志願衣 一個是 那個EU1EU1只有清訓中心 三個月以後才可以去 那那時候我從船上下來 因為海軍你知道嗎 那頭髮很長 那又燙個大破浪這樣子 然後 我有一個多我一起的學長 就覺得這傢伙哪裡來 他到底是軍官還是士官這樣 那身材又這樣 還是真的是山裡面出來的泰山 所以後來他就叫泰山泰山 那我們去演習的時候 會使用無線電帶 對 我的陳如也是泰山 就是一直沿用到現在 OKOK 這也沒有什麼 迷糊起始 對真的迷糊起始 對 喔對 額 順便要跟這個聽眾朋友講 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他是海邊長大的小孩 我們後來也是私下了解 才知道他是花蓮人 而且呢 他以前小時候生長是在 就是現在大概是在花蓮港的這個位置 但是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花蓮港 他們有經過很多次的這個拓寬 對 那個提案的一些工程 其實從日本時代就開始 所以以前那邊呢 其實是有一個小漁村 叫做鳥踏石 對對對 鳥踏石 因為 大家如果有去騎這個 這個南濱北濱 這邊的那個自行車步道 大家一定會經過這個 因為有一個牌子 他那邊就會寫說 以前這邊是鳥踏石的 這個漁村的這個所在地 我印象非常深刻 沒想到老師是那裡出生的小孩 對 哇那也很棒 從小就看這個太平洋長大 對 對啊 沒錯 所以我覺得你跟水 有這個這麼多的淵源 我覺得也是從小培養的 你有沒有常常去海邊 雖然花蓮的海 真的是不能隨便去碰的 就是說常常去海邊 譬如說去碰水啊 還是玩水 對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嘛 就是因為村子是漁村嘛 對 以前小朋友的那個 很多經濟來源 他可能就會浮潛徒手去 抓個龍蝦糾孔 賣給魚飯什麼的 以前真的可能 對 那現在除了那個 鰻魚苗沒有在捕撈 以前所有的烏魚啦 虱目魚都是要 要去捕撈他的魚苗來養殖 那我們小時候就是 會去涉獄這些工作這樣子 所以對水不陌生啦 可是還是有一個忌諱就是說 風大浪大的時候 你來去玩水的話 那時候我們大家眼睛都很亮 那父母輩就會拿一隻長藤條棍子 準備來追人 對 這是我們台灣很多 不管是漁村農村 長大的小孩都 共同有的回憶 你只要去玩水 那個長輩就會很限制 就不對的時間去的話 就會這樣子 我常常去溪裡面玩 對 以前你那個雙溪嘛 對不對 喔 叫我恩寶也小到 喔 這真的 真的 對 因為長輩都比較怕小朋友去碰水 小聲的 真的很適合 因為農業時代很多忌諱 對 因為大家只求溫飽在那個 食衣住行這個區塊 可是育 熱這方面 我們沒有去說太在意 對 那跟現在這個世代是不一樣的 是 對 這個世代反而說鼓勵大家走出戶外 可是好像我們都還來不及 適應跟學習這樣子 所以時不時還是怎麼說 不去很奇怪 去了又背著風險 對 會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我們一些基礎的一些觀念學習 還有一些各方面的課程 我們其實都要相關都要準備好 所以我們也是 今天就是請這個泰山老師來 也是要求教於他 因為我覺得其實真的很多的 這個溪流的知識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這要對環境的感知非常的敏銳 然後不是說像那個爬山 就是跟著人家屁股後面走 真的是要隨時要觀察周遭的一些環境的狀態 尤其我覺得在溪流裡面應該更是這樣 對 對 沒錯 那泰山老師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你怎麼接觸到這個 你是一開始也是從爬山 因為我後來發現其實很多 是爬山的人進入塑西的這個領域 對那您這邊是怎麼樣呢 還是說您直接就進到塑西的領域 我是直接進到塑西的領域 喔 真的 可是在此之前像 我講過的那一段 我在服役的事我們都會去三訓 那一區就三個月 那還沒去之前也都是會在 柴山那個區塊 也是我們軍隊的日常 可是柴山那邊沒有溪 那你到谷關那邊 你可能從龍谷上去到大雪山 又從另外一個溪谷回到 對 沒錯 是這樣子 立揚那邊 我們很多垂降攀岩 都會在大家溪攀這樣子 所以是有一點抵制 那雖然是我在小時候是在漁村長大 可是那個時候有花東鐵路 沒有北迴鐵路 更沒有南迴鐵路 那外婆住在花蓮最南端 戶林那邊 經常要坐三四個小時火車去 那鄉下地方就有溪了 其實我們附近以前就有溪了 那雖然是海邊 因為就是所有的溪流 最後都是流到大海 對 那小時候的生態 溪流裡面就是有大肚魚 那現在就是大家講的孔雀魚 那甚至還有東海岸一帶 有很多過山蝦 那現在已經不普遍了 那過山蝦有多大呢 就像大家現在在那個 森蒙海鮮市場看到 明霞那麼大 那我現在只能去一些那個 蘇花公路這一段的溪谷 還有東海的地骨 還可以看到 而且看到又很尷尬 你不能跟人家分享 要不然會有這個感 很快它就又被消滅了 對 我們以前在掛在 掛到的古代 以前那麼多 還有那個客戈 師哥 所以蠻有趣的 我想以前的生態應該是更豐富 其實生態一支有 只是多跟少 那人們認不認識他 認識的又願不願意去保護他 因為我剛才聽秋生姐講 他在雙溪這邊 其實前年我在雙溪出口 他要連接到基隆海這一段 我看到一個蠻開心的現象 有人放蝦籠 他在補什麼 他在補毛蟹 我想整個大台北人口那麼多 很少人會去知道 原來我們台北市 也有毛蟹這種東西 就從雙溪那邊 以前是都在灌溉的工具 對 灌溉 那也是類似水泥 但是有一些拼開 裡面其實是焦頭 那焦頭缸 裡面就蓋毛蟹 我們都要去餐 我們一支有一點類似像牛筋槽 鐵溫就把它撐下去 打一個結 就開始在那邊聽 不是像那個人 用那個蝦籠 對 所以小時候 我們那個世代共同的記憶 對啊 你們這個鄉下的小孩都玩好多玩的東西 所以我感覺 也是在那邊開始 慢慢的累積那個 那個底就對了 那個底 因為我在那個掂底 有時候跳酒頭 對 跳來跳去 不會刮下去 對對對 這個平衡感要很好 不過有一件事就是 剛才我泰山老師說的 其實我們 阿久都會帶我們去 沙摩蟹創衣 捏蟹 都有啦 不過我都會有一個生壇 有一件就是 要去遊園 我打不到地對不對 吃冷酷水 趕快爬起來 趕快爬起來 我們多少都會碰到 然後深淺的問題 對 像你們說其實 一定生壇是 應該是必經的地形 應該講經常 經常 對對對 我們既然現在講到生壇 我們就來聊一聊 就是 你覺得生壇 你應該要怎麼來看 會怕 我現在想起來還會怕 因為那種 有那種經驗 對 有陰影 有陰影 所以我如果看到生壇 我就會想到 我以前打不到地 哇 對啊 現在講我都有感覺 我腳下面涼涼的 對 好 那請泰山老師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 這個生壇 你看到生壇 你會有什麼 譬如說一些反應 或是說一些觀察 對 那我們要怎麼去因應 或注意 其實 以我的經驗來講 我到現在 跟兩位一樣 我看起來我也會怕 真的嗎 不是你們怕而已 因為這個就是說 懂得越多越會怕 那不懂得 天氣很熱 尤其像夏天的季節 其實 因為我本身以前從事過救生 還是救難這樣子 那已經太多例子 我自己也去接觸 看到水跳下去 然後從此以後 就是他人生最後一跳 這個一支有 那我們對水 很親切 可是又很陌生 因為我們從來不懂水 所以我的教案裡面 就會把它 因為你說得漏漏 人家不一定聽得有 對不對 我的教案裡面 講到最後 其實我是有在做這方面的安全 教育推廣 那我就把它分成就是說 平滾流 首先我要講 就是有山就有水 那這是一定的 登山 怕是兩下山 對 古縣 古縣這種是不用開路 你沿著岸邊走就可以了 你在旁邊走就有了 其實跟著八山的路山 也是都可以去旁邊走 不過水這個東西 都經常走先困著 就是說 我們看不到地 我們不曉得它多深 對 即使很多地方像東部 有很多地方很清澈 其實越清澈的水 你會覺得它很淺 其實它也是又很深 在視覺上會有一個錯誤 那後來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清淨的時候 我就把區溫成就是說 有點難記 可是還要記一下 三個層級 因為水其實除非它是池塘 只要是吸水 它一定是流動的 你不要以為它是一個深潭 它就不動 客家一定是這樣嘛 然後我就把它分類就是說 平滾流 它很平順的在滾動 就平滾流 你不用任何器械 就可以在附近活動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積捲流 它的基礎底部 可能會有捲動 會有暗流 那你不知道 那你誤觸的話 在旁邊這樣 驚來驚來打下去 好好玩了 可是往後退一步 就跳下去滅停了 這個例子好像每年都有 好像每年都有 然後如果最後一樣就是 你如果完全都不懂的話 你就把它歸納在洶湧流 波濤洶湧 不是因為它是激流 我們第一個 激流啦 白水區 水在那邊撞來撞去 很撞破 波濫撞破 才是那個洶湧流 只要你不懂的 通通請大家把它規劃在洶湧流 就不要接觸它 不要接觸它 除非你是游泳健將 還是對水很熟悉的 所以我剛才也 用一種很調侃的方式 講說 其實我也怕 那是真的 對啊 這是真的 所以洶湧流就是所謂的白水 就是我們看到那種很多 那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洶湧流就是說 只要我們沒辦法駕馭它 我們跟它 這樣講啦 我自己比較不熟了 就像路邊的小狗 你看牠很可愛 你走過去 牠會不會咬你一口 你根本都不知道 真的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通常像你們在過這種 生壇的時候 是不是所謂的雞捲流 就會開始要用一些器械了 對 做一些器械做輔助 而且千千萬萬不要偷懶 因為我曾經義務性的 做過一個搜救工作 那三個人 只有三個人而已 結果他們去一個行程 玩得很愉快 就要回家 就像我們爬山 爬到宮頂了 我們要下山了 然後第一個游過去的 那他再也沒有看到其他兩個 而且第三個是最強 那這很老推論 第二個他順著水流流走 那第三個要去救他 救他 那我們安全教育裡面都有講說 我們這種涉水的團隊 至少要帶一條短阻繩 還是水深繩 淘結仙軌 我們把最強的人員 領隊還是押後的 最強的排在前後 那中間比較弱的 我們就協助他 因為超過兩個人 就是一個團體 就把人帶過去 可是有時候大家會便宜行事 你說懂不懂 當然懂啊 你看很多高手為什麼也會出事 其實我自己也都有跌倒過嘛 我有一句格言 我偶爾會寫格言 因為在那個郊安上做輔助 以前我都寫 一開始 我都寫說那個玩戶外一定有風險 我寫很多年 有些人有收穫 可是有些人有聽又沒有懂 那後來我就多寫了一句 那個玩戶外沒有玩意 因為就是說 你不可能是萬分之一 你要出事的話 可能你去一百次就會 那出事包括說簡單的跌倒啊 受傷啊什麼 最好是不要有傷亡 所以說玩戶外絕對沒有玩意 你只要踏入戶外這塊 甚至很多人去第一次 他就出了重大事故了 所以玩戶外絕對沒有玩意 大家真的要記住這個事情 所以要謹慎 不可以偷懶做的工作 對 要有的準備 對 好像聽說就是以前的一些 不管是玩戶 或者說像爬山也是一樣 就以前的裝備都會比較重 對不對 那現在的裝備相對比較輕 所以也因為這樣 就是以前有時候裝備比較重 所以有些人 就是說不管他是從事這些活動 或是去搜救 他可能就會覺得 繩子很重 就不想要帶 對 或者是說會捨棄掉一些東西 反而就是也會 這個也會增加一些危險性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這個聽說你一年平均有塑60條C 那等於說這是我以前聽他講的 然後他一個月就平均可以塑5條C 對這個其實是很可觀的 對那我想問老師 老師你現在還是這樣的數量嗎 那就是說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會說 這個水火無情啦 所以就是說這個像你這樣子 這麼頻繁的去接觸溪流 我覺得你跟溪流應該有一個很很棒的默契 對那那個默契是什麼 是說你會順勢而為呢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順著他而為 還是說你跟他有什麼之間有什麼溝通 或是說有什麼這個Mega 我們覺得蠻好奇的 是沒有錯有一個連結 而且這個連結越來越深 因為很多事情實在講究科學嘛 那以前只是為了耗玩 那個種植 因為的確是蠻不錯的 那重量以前重量是數量 那可能那個 因為溪古代有分為礁溪 不是宜蘭那個礁溪 是礁溪的礁溪 礁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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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可能就是說 你早上去一條下午去一條 有時候甚至都附近 溪流滿多的 一天去三條也有可能 那後來漸漸的 玩出一個境界 然後越來越喜歡 那繼續留下來 因為可能 就同時間的人 有人不再玩了 那我們會繼續留下來的人 一定有一些因素 一些原因 那我發覺有跟溪流產生一個情感 因為一般人開始玩是 夏天 天氣很軟 藥雞來生水 來沖瀑瀑 瀑瀑很壯觀 尤其現在大家FB 來去打卡 去過什麼 很漂亮 可是後來像地景瀑瀑 雖然美金不是我最重要 後來我開始涉獵到 生態跟人文這一塊 那我後來變成種植 有些每年固定的時間 我會回去到某一些西谷 看那些 因為台灣 其實台灣是寶島 這句話大家都聽過 可是你要去 深刻體會說 為什麼是寶島 其實很多人還不懂 對 台灣溪谷裡面 有很多絕美的地方 很多讓人驚豔的那個生態 像我去苗栗 溫水溪的那個神話峽谷 它是一個支流 那我最後一次去是前兩年 那更早我有去過 我去過很多次 然後那裡有一種藍花叫 那個初淨 它的跟淨比較粗 賀定藍 台灣的延伸 台灣的延伸藍有四種 春天開紅花 紅花開完開 黃花 黃花再來七八夜就開這個初淨 顏色都不一樣 紅花紅色的 黃花黃色 可是它花心那邊也是紅色 那那個初淨它是蘋果綠 蘋果綠 那它開完以後再換矽淨 那在十一二月到元旦 那也很漂亮 它一開的時候是粉紅色的 要卸之前又變成橘色的 這個是這麼會變喔 想看瀑布有水就好了 可是你要看到生態 對對 不一定看得到 有限時間的 真的是有限時間 對對對 我每次回去看這些 各別的生態 各式各樣的生態 就好像回去看家人 那種心情是一樣的 看老朋友對不對 這種朋友有聽到嗎 對 所以生態人文很重要 這也是我跟慧萱兩個 常常會在節目一直都會提到的 說到歷史 說到文化 說到人文 這一些的 你如果類似像老師這樣 我們以前 我們伯爵也是看花 譬如說和歡山 對 時間到了 屋頭 什麼開 什麼梅花草 對 它都不一樣 開的時候 你就像真的去看你的 對 親人一樣 對 其實老師剛剛講這個 就是讓我有很多的想法 譬如說 你看老師是去溪流裡面 看花 看生態 找蘭花 像我們 我知道有很多山友 他也是去找蘭的 專門去山裡面找蘭 西埔西蘭 對 其實不只高山 還有中極山 中極山有很多的蘭花 而且那個蘭花都不能讓人家知道在哪裡 否則就隔邊就不見了 對 這個泰山老師很知道 而且我覺得蘭花給人家的感覺就是那種 清新脫俗 我覺得它的整個造型就是很不一樣 所以這為什麼那麼多人想去追蘭 所以你看 老師可以在溪谷也可以找到這個很精彩的蘭花 我一直想說蘋果綠的 哇 很難看到這個顏色 而且它早上有清香的味道 喔 真的 對 因為其實我常常在這個 某一些講座場合碰到泰山老師 你知道有一次我是在一個去聽一個泰雅族的老師 對 我們去聽他 因為他有出一個魂魄的小說 這個是一個泰雅族這個 以前一些戰役的 他自己寫的 寫的上下級的這個小說 我就是在那個場合碰到泰山老師 我那時候看到有點嚇一跳 我說 蛤 你這個這麼厲害的戶外咖 居然會對人文這個有興趣 玩水的 對啊 怎麼會對這個泰雅文化有興趣咧 然後那一次也是 就是後來我看Ubus老師有時候也是 我跟他很熟 對對對 你們兩個都會互相在那邊對話留言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接觸戶外 其實不是只有好像這個 好像是所謂的體力活或怎樣 其實我覺得 我們要 其實要用很多感官 然後去認識我們這個環境 然後特別說為什麼台灣是寶島 對這個 尤其是溪谷地形 真的是台灣真的我覺得應該是超讚的 超讚的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也有聽過有一些朋友 塑西的朋友分享那個溪谷的 那個絕美我覺得是 有時候我們爬山的人其實是很難碰到的 我覺得大概 雖然說我們有去像說那個中央間隙 我們去那一段 也是很常碰到水域的這個路線 但是我覺得 有些真的是連中央間隙那個可能都還不夠看 可能都要那個size 或是那個整個更大 更壯觀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到時候可能請老師 也可以多多分享 譬如說他一定有一些很中愛的路線 譬如說他剛剛提到這個溫水溪 他就會想要一去再去 我相信不同的海拔一定有不同的生態 對 泰山老師我是想問一下 就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這個玩索西是一定要會游泳嗎 嘿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一直困擾著我啦 所以我都很不敢去 我都只是 有時候碰到比較深的地方 就是會比較緊張一點 那我不知道這個觀念是正確嗎 這個觀念一點都不正確 好 其實我索西是有跟過老師學的 那我的老師他叫做莊在船 喔 莊在船老師 然後他就是 當時旅居 那個日本的時候 那跟日本三越界互動 要再來 所謂再來就是 其實台灣在那個日據時代 已經有修習這個運動 可是那時候龍爺社會 大家都要過頭了 爬山已經是感覺說 貴族才來玩的 對 那 在跟他學的時候 自始至終我發覺他從一開始到 他離開三越界 他都不會游泳 真的 對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那個 那個 障礙在講說 啊 蘇西有水 我不會玩水怎麼辦 可是大家也要想到說 我們印象中 即使他是玩水 他要戴頭盔 他要穿救生衣 是 甚至 商業模式的蘇西 還會給你穿黃寒衣 其實黃寒衣它是泡棉材質 你不穿救生衣 你躺在水裡 你都會浮上來這樣子 而且蘇西它是一個團體運動 不是個人 小朋友頭髮去西邊亂 不是那樣子 是一個團隊 那大家會藉由知識 跟技術 跟裝備 來輔助 所以不會游泳 一點關係都沒有 真的 但是至少是加分對不對 一定是加分 其實那個勝選隊友 這些安全裝備更重要 可以進行 對 尤其很多西谷 有時候都要 確保啊 什麼對不對 一定的 互助 對 這個團隊進行 我想到一個 一個 我們八三在冰河烈士上面 就是這樣 對啊 這個也是在西谷 一樣的意思 對 對 對 所以每個運動都有它的特質嘛 啊 溝克雖然是 也是一種登山活動 它不是比賽 那個亞奧那種競賽 誰比較快到山頭啊 什麼那一種 可是它這個運動的那個 精神跟內涵 包括說 它很注重那個團隊精神 團隊精神 還有安全確保的觀念 所以 會不會用 不會造成你很大的困擾 很大的困擾 對 是這樣子 這樣我好像比較了解了 嗯 老師這樣解說 好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 說他的老師 其實是有跟 日本那邊的這個 溯西界有所接觸 其實我們台灣的溯西史 其實應該是要 可以推到這個日劇時代 就日本時代那時候 其實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是台灣有一些 就是日本人來知名 我們這個時間 其實他們在山區做很多的 一些測量 或測繪啊 或做一些這個生態啊 什麼各方面這個 博物學的調查 那其實他們那時候 進入山區呢 其實就有一些路線 其實是走水路 對 因為我有看到一些資料 都是這樣寫的 那還有就是呢 聽說日本是溯西王國 對 對不對 好像甚至跟歐美比起來 他們好像還蠻早的 更專精 更早 而且呢 他們很好玩 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單位叫做草鞋的 那個協會 那為什麼這個 跟草鞋有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呢 以前日本人 他們早期溯西 其實都穿草鞋 那聽說草鞋也會防滑 我不知道老師 有沒有穿過草鞋溯西 有 真的嗎 可是它的消耗量 會比較大 對對對 因為好像比較容易會 折損嘛 對 或者怎麼樣 但是這個 穿起來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草鞋它的那個 防護力啊 譬如說我們不是常常溯西 會碰到石頭嗎 或什麼 對 那不會比較容易受傷嗎 或什麼 我覺得真的有時候 這樣想起來真的很佩服那個前輩 他們可以這樣穿草鞋 因為我記得以前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笑話說 那個以前呢 他在剛學溯西的時候 然後那個 他的老師就跟他講說 你去那個殯儀館附近去買幾雙草鞋 他那時候就有點嚇一跳 為什麼要去買草鞋這樣子 對 因為草鞋這個 到近代的時候 是 使用的比較少 其實草鞋它的 防護力 一直都是 到目前喔 它還是最好的 可是它不像那個 那個 樹蓄黃花鞋 樹蓄黃花鞋 跟潛水 人家在潛水那種 那種黃花鞋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中層會 多一個泡棉 你在長層行走的時候 會比較舒服一點 這樣子 那草鞋是 這個不是近代才有的 那在很早以前農業時代 就有了嘛 以前的人都打赤腳很嚴重 穿草鞋 總比打赤腳好多了吧 可是時代的 一直在演進嘛 那草鞋的使用量就 偏少了 可是在 台灣的一些 習俗上 在一些 商葬禮儀的習俗上 大家要披麻戴笑 腳上就穿草鞋 那 所以草鞋在 一般那個賣皮鞋賣球鞋那種店 家買不到才要去那種光幕店 對啊 所以這個笑話 很好笑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因為 蘇西他是一開始正統上來講 他是 登山的 一種原始的登山 對 沒錯 人們在西活動很早就有了嘛 可是他變成運動的時候 就要增加很多技術 項目 所以說 腳上的草鞋是 防滑作用 那所以說草鞋會 在日本那個 鞋會 三六鞋會 是蘇西的 他就會以草鞋為名稱 大阪草鞋會 對 還是說 他們會以這個 LOGO 去代表 你就是在蘇西的 是這樣子來的 好像裡面有一位 那個 茂木丸智先生 他好像常常來台灣 我們的西谷 跟我們交流 然後去蘇西 好像泰山老師有跟他接觸過 有跟他 蘇過西嗎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對 那你可以稍微提一下 譬如說 跟日本人蘇西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他們比較著重什麼 因為他們畢竟 發展的歷史 一定比我們悠久很多嘛 對 那既然有蘇西王國之稱 他們有沒有比較強調 譬如說哪一方面的觀念 或者是技術 他們觀念上就是說 你跟他們在一起 蘇西會很舒服 那就是 很 講究 一些規矩 日本人非常守規矩 是 那 林隊他有一定的責任在 那 他們會很順從很聽從林隊的話 然後 白山也是這樣 白山也是一樣 然後 他們不會沿路嘻嘻哈哈 他們會一直在做功課 一個團體裡面可能 我們只有 六到八個人 可是你會發現 除了林隊 至少有兩三個人 一直在做紀錄 OK 那我們現在 台灣我看大家就是 手機很方便 可是在此之前是沒有的 那即使是現在 他們也不是 使用那個 這種智慧型手機 那台灣人他會 我只要按一下 就航季紀錄了 對 就變成這樣子 對 這是 兩邊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 很聽林隊的話 很守規矩 很慎重 然後會做紀錄 甚至他們要執行 一個活動 早在半年前就開始 一直在 規劃 收集圖資 研究 那個天氣 有沒有其他人的紀錄 是這樣子來的 我有聽泰山老師講過 就是說 我們要這個 譬如說要一趟 索西的行程之前 其實我們看看 這個人家的紀錄 我們也是要看很多份 沒錯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 老師可以講一下嗎 文字紀錄是人書寫的 那尤其在台灣 那各家各派寫的東西 會不一樣 不一樣 尤其在部落客寫的東西 有時候他會把很簡單的東西 寫的 哇我家親救手 很容易就過去了 還是有時候他 明明很簡單 他會把你寫的說 哇他逆境千辛忘苦這樣子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一個人 寫的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還是有些 特殊性各異性這樣 那我們一定要感謝這些 做紀錄的人 總比沒有好 可是 你只要發覺說 大家講的都口徑一樣 那就沒有太大的差別 對 那大家講的都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 還不要做些質疑 對 要判斷 因為安全 永遠都是第一要項 是 大概是這樣 OK 好 那這個溯西 真的是很精彩 那我們其實台灣的溯西 那時候也是 就是除了日本時代 他們那時候就是 進來做一些調查測量 也有走一些水路之外 那這個主要比較活絡的時代 應該是在這個戰後 已經戰後的時代 那那時候呢 大概是1960年代 就是台日我們合作有一個 最早的那個碩登記錄 是這個從老農西登玉山 那時候是1962年 對 然後還有再晚一點呢 晚幾年就1966年 有從這個南紫仙溪 南紫仙溪的左骨 然後到排雲 然後排雲再上玉山 這個是就是台日 我們就是聯合碩登的這個紀錄 那後來呢 其實有停一段時間喔 這個很妙喔 有停一段時間 其實秀珍姐也可以猜猜為什麼 就1970年代 就是溯西活動就沉起一段時間 然後一直到1980才又開始起來 猜猜猜是什麼 跟爬山有關啦 真的喔 對啊 1970年代 那個很多那個百月俱樂部 出來了 就是那時候百月俱樂部出來 然後大家 對 大家都要去公完百 公這個百月 怎麼都出席啊 對 對 所以那時候呢 大概1970年代 就沉寂一段時間 因為大家都想要去爬山 去收集這個百月 對 因為那時候很多前輩在推這個百月 然後是到1980年代 沉寂又開始熱起來 而且呢 這個年代就 哇 一熱起來就 就是一直到現在 對 因為我看到很多那個 台日 他們有這個 五月三間的塑攀 五月 對對對 特別是五月的塑攀 就是五座嘛 就是這個玉山雪山啊 對 大壩啊 這些主要三月的塑攀 然後還有呢 就是 因為這種塑攀 大部分都是高山溪谷了嘛 因為都是從這個比較低海拔 然後一直往這個 因為通常五月 通常都是高過3000公尺嘛 其實呢 我發現塑溪其實跟登山也很像 因為這個不管是難度或程度 或是這個環境的分界 好像也是分 礁山 中極山 高山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跟登山一樣 那這個高山 因為我們就想說 我每次去爬高山的時候就好冷喔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那個衣服就是要 隨時要加減衣服 尤其高山的環境真的很容易 就是很怕失溫啊 什麼這些東西 對 所以呢 這個既然塑溪又要一直跟水接觸 因為我們爬山是不是很怕會碰到水 對不對 我們要保持乾啊 對啊 要保持乾燥 要不然會失溫啊 可是你看這些塑溪的人這麼厲害 他可以一直接觸水 然後還爬到一直往高山的地方爬 所以我覺得蠻好奇 這個我也蠻想問這個泰山老師 就是說這個高山塑溪是不是 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其實高山塑溪 就像我們講的 礁山 中極山 高山 其實高山反而有很多入門 比較簡單的 然後就是我們塑溪 大家都以為說 一次要碰水 碰水 其實不一定 其實不一定 因為碰水只要是峽谷深潭 你不得不的時候才會下水 那我們就盡量就是說 能夠不下水盡量不要下水 是這樣子 OK 原來如此 是的 哇 我們今天講不完啦 講不完啦 泰山老師太有東西了 好 我們這禮拜 沒辦法 我們跟泰山老師只能聊到這裡 對 不過我們下禮拜 講這個時間 是 也會繼續繼續 對 泰山老師還要繼續跟我們分享 是 對 我們來北山今天就跟各位 聽眾朋友分享到這裡 下禮拜講這個時間 一定要繼續收聽 來北山 拜拜